我們今天要在這邊泡茶啊? 對啊 曬太陽泡茶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啊? 我們在金門呢 金門本島 金門本島 那小金是什麼 小金就是有 它的小島 我之前有拍的熊東大門島 它就是一個島 然後它上面沒有橘米 那邊可以活嗎?你們都吃什麼 一定要吃飯、吃菜、吃肉都有 因為會有物資從大金門 送到大門 像這種卡飛機 它退潮 你可以看到對面 廈門 那你可以走過去嗎? 你退潮的時候 你可以走到一關 那游就不用 你可以從大閃島游過去 廈門耶 但是你會被抓 會被攔啊 那他們也很多漁民 越過那個海洋線 那可以開槍射啊 來這邊補 我那個年代 有槍但是沒有槍機 什麼意思知道 有所謂台電腦 你有電腦、你有螢幕 但是你沒有 CPU 你不能運作好 怕很多人會那個 胡思亂想 有一個阿兵哥 自己把自己放掉 有發生 但是我是在大金門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去的時候 大金門 我在那裡 戰兆是配 真小子彈 後來就因為那個 沒有子彈 那你們配什麼 配電子彈 還裝結棍耶 有沒有靈異事件 很多靈異鬼路是那個大董島的時候 那邊不是都沒有人嗎 因為那邊以前是戰區啊 嗯 然後就 它有一些那個 就很像那種長長的那種事 龍樹嗎 對 往下垂的那種 聽說以前那邊是掛很多人頭 真的假的 以前就說會有人走在那邊看著 所以我去站夜召的時候 很神奇 都有一隻狗 保護我們走 那它有晚上 有看到什麼東西在那邊亂叫嗎 那你們站上不是都兩個人嗎 還有一隻狗 會怕死 沒有啊 兩個人站 啊這個人 A人他要去 換人的時候 他就要走回去了 走多遠 大概 十分鐘吧 走十分鐘有路燈嗎 沒有啊 沒有路燈 那你們怎麼看得到 戴手電腦 那根本就是夜遊啦 好噁喔 有 都真的很恐怖 如果想要那怎麼辦 戰哨旁邊就會好 所以你就直接對著海廟 因為沒有廁所地方就隨便廟 那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大膽島我覺得比較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小島 它有分南邊跟北邊 然後裡面沒有什麼很高級的長官 你知道了 天高皇帝遠 你就可以在上面找蝦糕 對 那你們都在上面幹嘛 休假的時候也是 只能在島上 沒人幹嘛 沒人幹嘛 看出去 然後它有規定 你不可以靠近海裡 不怕你有意外發生嗎 可能掉到海裡啊 或是 怕你逃跑 但是 還是有人 去海邊釣魚 是非法的 其實是不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都釣了 釣起來就吃掉了 對啊 釣起來就自己烤一烤吃 因為都會有物資送來這裡 另外自己釣的魚 那些是 bonus 自己釣 而且自己加菜 很奇怪 那不知道誰養個雞 早上除草的時候 它雞 就會出來這樣走走走走走走 就會站在樹上 然後這樣 所以那個雞會飛 不然怎麼站在樹上 會飛 會飛 好恐怖喔 它可能跳起來 它會跳比較高 我發現它們會不會 超白天的時候 它就會 一群雞 大雞也小雞 大家都出來曬牠的養 那邊的雞可以抓起來吃嗎 有規定說是不行 但是還是有人偷偷抓 那這個大膽島好無聊喔 休假都不能去哪裡 它就是一個獨立的小島 金門的離島 我們在站上 它有兩個哨 一個在山上 一個是靠近海邊 比較高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 大陸有先人 他們就自己用油頂 上面就載辣 辣妹 然後這樣 自己開過來 開過來幹嘛 看你們的阿兵多 欣賞這個景點 那個廈門那邊 有一個觀光輪 那是一個觀光行程 他們不能上來 可是他們會開到旁邊那邊 然後就看那島上的幾個機 而且海邊呢 它會有 大陸的漁民 過來捕魚 他們會上來 我們只能對它丟石頭 聽說阿 你只要抓到一個大陸的 你可以榮譽加七天 那你要不要去抓 不要拖走 你知道 被誰拖走 而且你就知道上來的是誰 好噁心喔 因為他們都是晚上 偷偷靠近我們這邊阿 那我為什麼會去大膽島 我們都會寫那個日記本 就給那個類似 心靈福島的那個展光 叫做福島 福島長 開退伍之前我就覺得 在這個大集合 我就已經很無趣 然後我就在日記上面 寫說 我來這邊這麼久 我都還沒有去過 大膽島 可以讓我去嗎 然後我就 就被掉下來了 好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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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喔